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 這兩個數 他的最大公因數是多少 那我們就找他有共同因素的 有二的 他找次數最小的一次方 三是他們的共同因素 找次數最小的一次方 那七不是他共有的 五也不是共有的 所以就沒了 所以的話這個就是 或是說 這裡可以乘以七的零字方 這乘以五的零字方 可以這樣看也可以 七的零字方 零字方當然是一啦 所以是二三得六 所以這一題大概是六 答案應該選二乘三